編ken 象溝通的電視 我們今天的集長貴賓 一路容先生 有李氏少長 同院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社區的好朋友 我女士先生 大家晚安 晚安 那首先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这学习 第一场的孙明权科技讲座演讲 那这个讲座演讲呢 是由台达电视 原董事长郑同华先生所捐赠设置的 那主要是要改变 我们行政院长孙明权先生 为台湾社会有做出一个卓越的贡献 那我们希望呢 藉由这样子的讲座呢 能够邀请各个不同的领域 包括整局经济文化产业科技等等 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跟先驱 来担任一个主管队宾 还有最希望呢 藉由这些主管队宾 我们的智慧跟经验的一个分享 能够带动台湾社会呢 更加美好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我们卡内基训练师傅 陪友伦先生来担任我们的主角贵宾 那我想在座的来宾 各有听过卡内基训练吗 那应该也都认识黑六龙形成吧 那黑先生呢 他在1987年的时候呢 把这个全球知名的卡内基训练呢 带入台湾 打造了台湾的卡内基训练文国 那为台湾社会在企业内部的一些 人机关系的一个训练呢 人才的一个培育呢 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那也是奠定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石 那我们也知道 面对这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以及新世代的这个演进 那我们在沟通跟基地上面 一定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观点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荣幸 有这样子的机会呢 能够亲自的聆听到黑先生 为我们来介绍 有关于沟通与基地的新观点 那我们现在是可以 推烈的掌声来欢迎 黑六龙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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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了吗 现在还没有 好 谢谢 哇 各位大家好 好 这个我现在心情有一点复杂 第一个感想就是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不是故事 一个真实的事情 在美国有一个黑人女主持人 叫做Opera Winfrid Opera 她我不知道 听说收入最高最高 最受欢迎的 结果几年以前呢 哈佛大学大概要颁荣誉博士奖学位给她 那么她站在台上 她就说 这个 她是一个密西西比州 一个穷苦乡下 长大的女孩 大概未婚就怀孕 19岁就开始奔波 现在能够在哈佛大学给她 给她博士 荣誉博士学位 所以她的演讲 第一句话就是 好大声的喊出来 This is Harvard 她好像从梦中唤醒 我 我现在有一点的感觉 这是清华大学 这就是科技管理学院 科技需要管理 科技真的需要沟通 科技真的需要激励 那么我上一次来清华大学演讲过 不是在这个管 没有那么好 好像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吧 因为那个时候讲的题目是新武器大观 在做好多同学 大概根本不知道这个电视节目 那么那时大概是讲的不太好 35年都不要求我 因为现在才第二次来 我就给自己有个要求 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讲的 亲全力讲的最好最好 这样的话我才不要再等35年 才能下一次再来 希望希望35年还可以来 不过我不要等那么久 早几年我还可以来 把那个多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次 今天特别是我能够见到林副校长 我们40年以前在中国时报的老朋友 谈了好多人事物 不敢说人物是全非 不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副校长头发少了很多 我的头发白了好多 而且也是少了好多 一开始我听说我们今天在座 有同学 有科技界的前辈 有老师 有社会人士 有年轻人 也有一位阿嬷 刚才有人问说 有没有听过卡内基训练的 我倒很好奇 有没有在做受过卡内基训练的 请举手一下 有大概五六位 六七位 很好 你们比别人会沟通会激励 我们在管理界 尤其是我们管理学院 一定听过这位大师 彼得杜拉克 皮特·朱克 大概 也没有办法比较 如果真的可以比较到 我认为他是大概是 最受尊敬尊宠的一位管理大师 现在也去世了五六年 六七年了吧 那么 前五百强那些公司 要邀请他当顾问的话 他都有一些条件 好不是随便当顾问 他也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他会预测十年以后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而且常常都很准 那么有一次他在演讲 他演讲一结束以后 有一位听众就举手问问题了 问什么问题呢 他说 我怎么知道我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好公司 这个皮特·朱克一点都不紧张 而且回答的很有意思 他说 你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问完以后 想都不要想 考虑都不要考虑 也不要去思索 立刻可以回答说 YES YES 那你的公司就是一家好公司 那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好 没关系 我会背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了 我在公司里 有没有受到尊重 你不用需要考虑 YES 有 你已经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好公司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公司里有没有受到尊重 对不起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公司里有没有成长的机会 Opportunity for growth 你想都不要去想着有 那你的公司就是一家好公司 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怎么说怪怪的 我记得我在台大 跟那个汤明哲教授在谈 他说 你真的有把握 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大家找工作都是两票 钞票和股票 这位管理大师 真的那么天真 那么浪漫 我们判断是不是好公司 都是待遇够不够高 福利好不好 股票升值得快不快 还有什么 我们产品市场占有率 大家都考虑那些 坦白说 如果这位管理大师 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话 大家就对他不会那么尊敬 这么崇拜他了 他一定也知道 钱的重要 福利的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我也没有那么天真浪漫 说钱不重要 待遇不重要 也重要 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我今天的演讲都集中在这个话题上 就是什么叫尊重 什么叫成长 原来Peter Drucker的意思跟我们平常的印象不一样 坦白说我们一听到尊重 我们就以为是礼貌 鞠躬 站起来 那个是尊重 可是不是这个 那个是基本的 那也要 还有 尊重我们想象的都是什么 都是有阶级 好比说部署像老板 总经理的尊重 反过来讲 总经理对同事的尊重呢 同样重要 这是Peter Drucker讲的 360度的尊重 大家都是经理 大家都是工程师 一个好的公司 工程师彼此 经理彼此之间 你看他们合作的时候 谈话的态度 够不够尊重 如果我现在问 我用这个问题来证明 他第一个看法很正确 就是如果我问你说 一个好美满幸福的家庭 我怎么知道 那个人的家庭 或者我的家庭 幸不幸福 各位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 那要看他一个月薪水多少钱 他的房子有多少平 他的车子是什么样的车子 他也都不会 我们想象的一个幸福的家庭 大概是夫妻之间谈话 不管结婚了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还是 我不敢讲太甜蜜了 就是还是很尊重了 不会这个先生要理不理的 很冷漠的样子 太甜一天到晚只会骂人 那个好像真的尊重好重要 那亲子之间呢 有的爸爸妈妈对小孩是很严厉 都好像叫什么宿舍的管理员一样 几点起来几点做课几点睡觉 看什么玩电动玩具可以玩这些 都是在管这个 对了有不少公司老板也是一天都在管这个 可是好的家庭 最羡慕的就是小孩自己会做文课 爸爸妈妈根本不用操心 有的时候还要叫他早一点去睡觉 不要再做文课了 你成绩差一点 我不会那么在意啊 可是小孩会上进 这个马上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 成长 我们想到了成长 一定是进到公司以后 从一位助理工程师 到工程师到什么总工程师 主任工程师 总工程师 处长副总经理 好像职位上的成长 或者是专业知识的成长 学识 硕士 博士 博士后研究 这个也重要 这个没有人管我 我们都必须因为 要不然你不能生存了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的成长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成长呢 为什么这么有名的管理大师 这么重视 有没有成长的机会 原来成长就跟刚才那个 尊重一样 含义很深的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十年 除了职务上的成长之外 我有没有变得更快乐 我有没有变得更会感恩 我有没有变得更会给别人好的影响 不是 这些原来也要成长 而且多半是一般想象中的公司机构 会疏忽的 那么各位到底怎么样能够 我认为很多管理的人 大师级或者是 他们有很明确 很真知灼见 但是怎么样培养呢 要靠培训机构 怎么才能够彼此尊重 怎么样才能够 变成一个更快乐 更感恩 更好的人 这些原来是要经过学习的 我再来谈一位管理大师 这些我想我们院长张老师老早都知道 戴明博士是一位很有名的品质管制大师 在80年的时候很红很红 这个日本的国家品质奖叫做戴影奖 就这么推崇他 他有一次在日本主持一个讲席会 他就问在座的人 他说你们有多少人希望能够有 更能干的人到你们公司来工作 好比说这个是生产部门的经理 产长 这位是业务部门的经理 这是财务经理 研发经理 或者HR人力资源的 如果是一个大公司的话 就可能是各个分公司 大家想 有多少人希望找到更能干的人来工作 或者把他们培养的更能干 或者花高兴挖脚来 担任负责这些方面的工作 就在做参加讲席的 每一个人都举手 谁不要 都要 那些大概参加讲席的都是企业家老板 就这个代名就跟他们讲 你们把手放下来 放下来 好 然后他说 如果你们的公司 这些负责各个方式的人 都是在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上 很强很强的话 你们的公司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 本位主义出来了 这个 个人主义出来了 英雄主义出来了 所以代名不赞成内部竞争 他如果会破坏团队 团队就像我们 清华大学也是一个团队 管理学院也是一个团队 台积电也是一个团队 团队很像球队 团队也有前锋 做业务的 客户服务的 对不起 讲错 团队有前锋 投篮 带球上篮 团队也有前锋 就是面对客户的 团队有后卫 财务 行政 后勤 人力资源 团队也有这些 团队有教练 经理 队长 团队也都有 组织了也要负责任 如果我跟你说 有一个球队 足球队 十一个人 里面不要多 只要有一两个人 他的球门不在这里 他拿着球就往这里踢 拿着球就往这里踢 你会怎么想 我猜了 你们的第一个想法一定是说 哪里有这种球队 不可能 第二个想法可能是 这个球队输定了 那他拿着 不要多 他拿着球就往这里踢啊 大家认为好像 不太可能有这样的球队 可是 这就拿今天在台湾来讲 各行各业 服务业 生产师业 传统业 高科技 政府机构 那些本位主义 只求他自己部门 有时候跟别的部门 都在一个公司团里面 哦 那个对立状况 吵架 那个严重的不得了 大家却认为 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关系 不太管了 好比说 你看开会的时候 我认为我赞成这样 我坚决反对这样 这个我指的是整个公司吗 还是你的部门 如果你们天天开会 我觉得应该这样 这个我是指的整个公司 那要恭喜你们 你们有很好的团队意识 可是如果那个我 常常指的是我们的部门 像各个部门 或者我个人 那就有问题了 那这个就真的是 好像拿着球往这里踢了 往这里踢了 好 这个 我今天来这里 我有一个半小时 我非常不希望 大家走的时候 觉得浪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就尽可能 尽可能都举例子 讲实际的案例 真实的故事 好 各位 他们为什么 有什么力量 做什么 大家的箭头 才会都朝一个方向 戴明博士说 你们应该要把你的公司 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都要朝同样的目标才行 当然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别人会朝同样的愿景 同样的目标呢 他的箭头为什么会调整 我该做些什么 他比较会调整 这个是我今天谈话的主题 各位 他们五位 我这里讲的是五个单位 五个部门 或者五个分公司 在一个大集团下面 他们彼此沟通的状况怎么样 坦白说 他们机器可能是最新的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最强 各方面的厂房也是最新的 可是彼此沟通不良或者不会沟通 箭头很少会朝同样方向 还是大概往前 不过都是英雄主义 个人主义 各个部门主义 那么我现在就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有什么力量 最容易把大家的方向都朝同样 球门都在这里 都朝同样的方向 就是靠彼此之间的沟通和激励 或者再想 一开始我说的Peter Drucker 他所指的 他们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尊重怎么样 他们说 如果没有受到适当的尊重 我们集团的总经理下命令 做不好的话 然后我就会丢掉我的差事 或者没有办法加薪水 那我非做不可 这种态度下工作 跟我心甘情愿 全心投入 大家朝同样的方向 差好多好多 那今天我们尊重跟成长 还有说我的主题 沟通跟激励 就不是听听就算了 就是我希望真的有一点收获 今天九点钟我们走的时候 觉得我没有白来 先讲到人的需求 待会儿我会详细地讲 原来我要受到尊重 我要有成长的机会 不是可有可无 或者是顺带的 有最好 没有也没有关系 是根本的需求 needs 为什么是needs 我们钱 房子 车子 那些是一个层次的需求 可是这个需求 待会儿我会报告 这个需求会成长 好多机构错过了这种 或者没有重视 我们大家的这方面的需要 就错过了一些好宝贵的机会 这我刚才提过了 这些好像我刚才迫不及待 把后来的都讲过了 都讲到前面来了 现在我要讲说人的需求 真的是渐进的 就是马斯洛大家都听过他的原理 Abraham 马斯洛 待会儿我们再谈他这原理 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相当有把握 虽然报纸天天都在讲 什么22k 23k 可是我真的觉得 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 我们的需求都已经提高了 不是在生存的阶段 甚至于不是在安全的阶段 需要安全 那我们的需求到底在什么阶段 好 先谈这个沟通能够带给我 受到尊重的感觉 我也会用沟通这个工具 去尊重其他那几个箭头的人 那么我们看这个沟通的环路 应应给听话的人 也有人说 那我不送反应呢 对 不送反应就是一种反应 对不对 你看 像现在 副校长给我点头 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反应 有的人你们的笑容 也是给了我一个 你也在给我一个反应 我就 我比较愿意把箭头 我朝同样的方向了 我在平常工作也比较快乐了 你们想一下如果我在这里讲话 讲到现在 你们都低了头 或者有的人睡着了 我记得有一位教授讲说 他说他演讲的时候 人家睡觉他最高兴 代表在慈母的怀里 有多么温暖什么 我认为是假的 哪里有这种事情 好了 说话的人呢 我先讲 对不起 这个 我先看 说话的人要说一句 通用汽车 请了一个专业的演讲家 十八年来 在美国各地去演讲 他不是宣传 不要宣传通用汽车怎么好 你愿意买 就是做公关了 到各地去演讲 讲同样的题目 十八年 但是 但是 他到了每一个地方以后 他都好好研究当地的历史 当地的发生什么事 当地的文化 好比说芝加哥 哪一年大火 就是什么哪一个双枪侠 黑社会 哪一个贫民窟 就像欧巴马的太太长大的那个南区 他都研究 然后把他的演讲 让对方听得很感兴趣 举的例子也适合对方的人来做这片做演讲 所以他同样的演讲可以讲那么久 那么多次那么多地方 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证明我们专业人士 今天在座有好多都是专业人士 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的术语 无论是工程的 法律的 会计的 还有好多别的 我们讲给同行的人听得懂 讲给外行 不是对这一个行业的人 我们也没有理会 我要做些什么调整 帮助他听得懂 我才是一个尽责任的沟通者 而且这还只是文字语言 还有别的 什么别的 柯林顿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 各位知道他们一选上 当天晚上就庆祝 当选人跟太太就要跑 大概十个还是十一个地方 庆祝晚会 对他们就要去跳两个下 舞室跳一个舞 有些到那个地方就跟大家庆祝一下 我就注意看 柯林顿跟他太太到其中一个地方去 当然有些电影明星 支持他的好朋友上台讲话 那些我都不记得了 像巴伯拉·史莱森 还有华文·贝蒂都上去讲话 我只记得 那个时候还不是这种大荧幕 就是一个大电视 monitor 电视机各个方向 就播出 也不长 几分钟 播出什么 访问柯林顿的高中同学 他那个 他说那高中同学回答 那个记者的脸没有露出来 他说 我跟柯林顿是高中同学 我在意大利的美军基地 伏兵役的时候 有一天接到电话 爸爸去世了 爸爸去世 他说我把电话挂了以后 五分钟以后电话铃又响了 一接起来 是我的高中同学柯林顿 他说 这个柯林顿告诉我说 你不要急 不要慌啊 我在这里帮你处理事情 你也不要太难过 然后电话就挂了 这个访问 这个播出的这个画面 大概只有一两分钟 我看完以后 我好佩服这个导播 或者编剧 他用的一个事件 去访问一个适当的人 他什么形容词都没有用 说柯林顿多念旧 多帮助别人 多什么都没有 说多细心 多慷慨 什么都没有 可见事件和故事 是沟通的人 写文章的人 常常常常常要用在 你的沟通过程中 他们最近不是有一本书 出版了 《马云只会讲故事》 我还没有看 我不知道说什么意思 《马云只会讲故事》 那么这个第一个画面 一两分钟过去了 我当时就很佩服 他好会共通 我下面听的都怎么讲 这一个画面 胜过讲十分钟的话 好了 或者二十分钟推崇 柯林顿这个人多棒多棒的话 第二段是什么呢 柯林顿在竞选 沿途在握手握手 哎呀我扫街 我们叫扫街啥 哎呀 到了一个穿着粉红色衣服的 一位妇女前面 尤其是远的尽头嘛 不是尽头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 哎呀呀呀 然后就访问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说 哎呀抱了太久了 她就想说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恭喜你 预祝你当选 她说她还是抱着我 还是抱着我 原来她是她大学同学 也在路边啊 就这么一个画面 那个时候柯林顿还没有闹丑闻啊 没关系 抱久一点 这个时候镜头啊 哎呀就回到柯林顿的脸上 连柯林顿自己看的这两个画面都 嗯 有点憋的一个嘴巴 有点感动的样子 那么 我们平常在开会的时候 或者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或者跟家人谈话 有没有想到怎么样 让她听起来比较感兴趣 甚至于更快 更投入全新的认同 我的理念啦 我的想法啦 我要讲的这件事情 大家回想一下看看 多半我们就平铺直竖 就这样说出来 有点可惜 刚才有五六位举手 受过卡利基训练的 大家记得吗 每次我们上台要报告 要两分钟的短讲 她都要求事件事件事件 都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什么事情 对了圣经啊 圣经为什么那么好看 每次第一句话永远是 那时候 耶稣到哪里去 第一句话永远是那时候 为什么 一有了时间了 那个incident事件就出来了 你看她的高中同学 那个是时间 她接到电话是时间 还有那个女孩 她少接遇到大学同学 都是时间 好 我这个沟通的上半段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哇 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的 就是听的人 也要送一个反应给说话的人 刚才我说点头是反应 笑容是反应 还有什么 哇 掌声是反应 太棒了 还有呢 陆反应那个是不好的反应 还有就是问问题也是反应 表示我很注意听你的演讲 还有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别人讲话 我看着他 跟他有眼神的接触 看着他 就是最棒最棒的反应 有一次我在佛伦社演讲 台下做的那个 板桥那个叫什么 亚东 亚东医院院长 朱树勋先生 我演讲一结束 他就过来跟我讲 他说你知不知道啊 医生最需要 你这个讲的这些 最需要知道 你讲的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医生 我们去看病 各位 坐下来 开始讲我哪里痛 哪里不舒服 医生都在打电脑 后来 然后给了我药 我也不知道这个药有没有用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有一次我还没有讲完 他都打好药了 然后走了 他说这个 我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 黄坤岩教授 成大医学院的创办人 他说 你给病人看病 如果让这个病人觉得受到尊重 你只有两三分钟 他跟你好配合 他觉得你救了他一命那种感觉 可是如果你让病人觉得没有受到尊重 其实就是病人讲话的时候 医生没有看了他 医生在打电脑 或者还在做 跟旁边的护士小姐讲话 你看半个小时也没有用 他就不照你的意思吃药 不照你的意思去维护他的健康 结果就造成了好多悲剧 我怎么都在讲医生的事 各位 这个张孝慈 你看 张孝慈有高血压 他看病以后拿的药通通没有吃 为什么 他觉得他没有感觉 他吃药跟不吃药没什么不同 他身材瘦瘦小小的 天天运动也跑步也游泳 我不是在这里讲 我也不知道哪一位医生给他看病 就是没有让他知道有高血压 吃了药跟没吃药 可能没有感觉 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那就是沟通有问题 眼神看到对方有多重要呢 各位情人节2月14号 你下一次注意 去饭店吃饭 一对一对的情人 都坐在那点了蜡烛 你不要走过去 老早就可以 老远就可以看得到 哪一对是结婚二三十年 哪一对结婚大概是五年到八年 哪一对正在谈恋爱 有什么差别 各位 结婚二三十年是看报看杂志吃饭 我们在家里去看电视吃饭看报 最后大概结婚十年左右的话 就是看着牛排吃饭 正在谈恋爱是这样吃牛排的 对对对 眼睛千万不能跑掉啊 哈这个眼神 AIT的人跟我说过 他们以前我们很难拿签证 二三十年以前 他们也是乱拆啊 你是留下来打工啊 不是念书了或者去了不想回来 参考的资讯 他们受的训练 参考的资讯之一 就是你眼神 有没有看到那个领事官 他问你 你到学校去要念几年了 念三年 你念哪个戏 我念什么戏 他就认为你可能会溜 溜掉不回来了 这是他参考 那些什么银行的存款 那些有多少 他们也很知道 你可以借一笔钱来存了 到时候再还人家就是了 其实还是 那你签证是这样 各位 我们平常天天一起的沟通又何尝不是呢 我如果跟我太太在讲话 她一直在玩接龙 我就觉得哎呀 我受到冷落 我才不要见头跟她一样 你们不要跟我太太讲啊 真的 那么这个图用两句话 可以作为一个总结 就是说话的人要说到对方很想听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说到各位想听 听话的人要听到对方很想说 你们现在都在听到我很想说 说超过时间我不知道 因为你们现在眼睛都看到我 我都有反应 就是我就真的 我甚至于觉得 讲得不够好 时间不过瘾 我应该讲得更多一点 有这种感觉 那一个公司里的各部门同仁 或者同一个部门的同仁好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情啊 开会多好 我坦白讲 我们副校长以前在报社很清楚 每一种行业都一样 这个编辑部跟业务部跟发行部 大家立场是对立的 他觉得你们的新闻不够手动不够精彩 大家都去看别的报纸去了 又没有订我们的报 编辑部门是觉得 你业务部门不会做生意 你那个常常对比 汽车呢 各位工程部门设计了好的功能啊 好棒好棒 业务部门不但不领情 希望不要装上去 装上去以后价钱贵了 卖不掉有什么用 这些事情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常常有 那么天知道有多少次 我们如果这个环路做得很好 能够到这个境界的话 我愿意配合 不同立场 不同的人 我愿意配合 我们至少可以试试看 不行我们俩再来沟通 再商量 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家公司嘛 都是一个报社 好 这个刚才讲理论是很好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 我说我今天通通要讲过 这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字打不出来 不过我记得 大概是说热忱 现在又怎么了 这个需要 对 好 出来了 这个叫做沟通的动力 the dynamics of communication 就是要有热忱 enthusiasm 有的人天生不爱 他不要爱狗狗 他专门在做他的专业 他可以投入 可是他不想 他现在大概还没有这个 还不是印象很深刻 我如果跟你这样讲 有的父母 对小孩没有那个兴趣 不太有热忱 你提供这个小孩 衣食住行学业 什么都照顾得很好 小孩亲自关系很淡薄 很淡薄 根本就 好像会在一种不正常的亲自关系下长大 因为他们没有沟通啊 没有那个动力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我有一次在 它是什么 亚洲大学跟东海大学的 NBA E-NBA 一个校友会 一个多少周年了 什么演讲 哎 台下做的有 E-NBA的执行长 有管理学院的院长 他们两位都是女士 我谈到这里 我就忽然就问到 我说你们的课程里面 有没有一门课 或者一堂课 是教人家怎么笑的 他们两个都看我 觉得我有点外星人啊 我们是管理的理论 怎么会 管理的学问 怎么还要教人家笑 笑容就是 至少卡内基认为 一个人的笑容 是内心的热忱 露在外面的样子 你说我天生就是不爱笑 为什么要假笑 我天生就是这副 叫什么 苦瓜脸 为什么要装假呢 我要做我自己 那可以 是你的决定 可是 你愿不愿意别人误会 因为你是一个冷漠的人 冷漠无情的人 你当然不愿意 那你就要开始练习笑 很奇怪哦 练习笑容也要练习 练习到了后来 你自己是第一个或者最大的受惠者 有笑容也会自己比较开心 不是为别人笑 我本来想讲一个有关笑容的故事 我先讲这个比较serious一点 在二三十年以前有一本书 叫做大趋势 Megatrain 三十年了 他那个作者奈斯比 也到台湾来过 也在大陆 后来又出了一本叫做 《中国大趋势》 相当好棒的一个作者 他访问北欧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SAS Scandinavian Air Service 叫做Yankarzo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个人得了青年企业家 最佳总经理奖 Yankarzo 他说你怎么把一家每年赔钱 每年赔钱的公司 扭转变成每年赚钱 每年赚钱 结果总经理就回答他的问题 他说我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就是旅客从check-in 到拿着行李走人 我们航空公司 只能够抓住他平均了 十五秒钟的注意力 其他的时间 他都在看报 看电影 睡觉 讲话 吃东西 我只能抓住他十五秒钟 各位 十五秒钟能够做什么 十五秒钟就是一个笑容吧 然后他就讲 就是你看 世界上有多少航空公司 他们有多少东西是一样的 飞机是一样的 不是波音 就是空中巴士 航线 台北到洛杉矶 台北到上海 一样的航线 飞行的高度也一样 还有什么一样 起飞落地的跑道是一样的 管制他们的塔台是一样的 检查证件的海关的移民局是一样的 行李盘也是一样的 还有价钱 大家竞争竞争 也可以说一样的 还有什么一样的 连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难吃的 真的很难吃 飞机上的东西最难吃 可是我有一样东西可以与众不同 我就带着这个SAS 北欧航空公司全体投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 抓住这个15秒钟 就是一个第一印象的笑容 诶 这个作者 这不是大趋势的作者 奈斯比就问他 那难道别人不会笑吗 这个总经理回答说 对呀 他说我也以为大家会追上来 怎么还没有追上来 怎么还没有追上来 大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原来笑容是一种需要长期培养的美德 这是Samuel Johnson讲 不是下面的人笑 就笑来 这个各位很多人都去过大陆 我也常常去 把那个台胞正义给他 他那个脸上的表情 好凶啊 他的旁边都是标语啊 什么亲民爱民 这个服务 然后还有四个按钮啊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什么没有意见 如果他常常有笑容啊 点个头 这个按钮非常满意 按得多 他可能会升官啊 加薪水啊 他又受过要求命令啊 一点笑容都没有 没有 我还没有遇到我 至少 台胞正义给了 他一看我 看这个镜头 我一看镜头 他给我 赶快走 我连按钮都不要按 我怕按错了 他会追我 我想到一个故事啊 韩战起见 1950年 这个 第八军团的司令 叫做华克将军 现在华克山庄就激烈大了 他对一群韩国南韩的军官演讲 有个翻译官 他讲几句 翻译官就翻成韩文 后来他就开始讲一个很幽默的笑话的故事 花了两三分钟 一直用英文讲 停不下来了 后来讲完了 翻译官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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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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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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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将军就觉得怪怪的 我讲了两三分钟 几十句都不止 他怎么一句就可以 好了 演讲结束了 到了后台了 他就问这个翻译官 这个 你怎么那么棒 我的这个故事 你只要一句话大下去笑 而且他看起来 他们真的很开心 笑得正 这个翻译官跟他说 Sir 你的笑话太难翻译了 故事 我只讲了一句话 就是刚刚将军讲了一个笑话 大家笑吧 真的笑起来了 哎呀 但愿我们在生活 家庭 工作 都能够这么简单就好了 好 那么 德意志银行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他的董事长前几任了 两三任 叫做Helmet Kappel 他要退休了 欢送他的退休晚会上 他上台致辞 他讲了这句话 他说我相信我们的银行啊 要是每个人都常常 保持笑容的话 我们银行的业绩啊 至少 他说的是至少 至少会成长百分之二十五 至少会成长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 这个 一个在金融界工作了四十年的人 临别正年了 拜拜 我要走了 我跟你们讲一句话 就常常要笑啊 笑容会这么重要 他为什么不讲说我们要成长业绩 这么大一个银行 我不知道 好像世界第二第三大银行 要设立多少分行 要做多少推 运动 要打多少广告 那些大概也要 可是一个笑容 他会这么重视 我就回想我以前工作的公司 我不知道在座 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公司 你们一个礼拜平均开几次会啊 我们以前啊 每天大概至少两三个会吧 那一个礼拜就十几次会 我有时候早上一次会一次 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是一两个钟头啊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鸿鸡的时候 常常早上上班不久去开会 开了两三个会出来 天已经黑了 谈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就忘了忘了 我不要讲对外啊 对客户要笑容 好比说你到了柜台 柜台小姐会给你笑点个头大照顾 到今天我们台湾的银行还没有 大陆更糟糕 大陆是有扩大器啊 喇叭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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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对吧 好大声啊 把秘密都给人家传出去了 你要领到哪些啊 水好大 我们这里至少把玻璃拿掉 好了 这个 对外的笑容我们不谈 太明显了 各位 内部 这位董事长真讲得很有道理 本来呀 我们开了五次会 决定一样事情 最终于决定了 大家如果态度好一点 有笑容有反应有点头 可能只要开一次会啊 那参加会议的这些副总经理 总经理都是高薪啊 薪水啊 这个省了多少钱 还不讲 这个钱整个比下太少了 这些人的机会成本 这些各部门的副总经理 去创造来的业绩利润 大家又不知道大多少 内部都这样 对外更是这样 那好多人听到这样 还是觉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各位 你在家里头啊 爸爸妈妈有没有笑容 跟这个小孩跟他有多接近 有多大关系 笑容跟我们的亲和力有关 这个亲和力 我有一次问一个英文很好很好 大概是美国长大 还是出生就在那边 问他亲和力怎么翻译 他想半天 想半天后来他说 大概就是approachability 很愿意接近你啊 看到你他很愿意接近你啊 在这个Jefferson总统去世200周年的时候 我看了一篇报道 说他是第三任美国总统 第三位不是第三任 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 他是国务卿 Adams当总统他是副总统 但是好多文献起草 是他起草 什么人权宣言啊 什么那些 别人也有意见了 像Franklin那些 可是他起草 大家好像宪法也是 反正大家对他很尊敬就很尊敬了 连那个华盛顿 以前没有案例 应该称呼华盛顿是什么呢 最后想出这个字啊 president president现在好像很明显 那个时候 president这个字都有问题 好 我要讲的故事来了 就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想象力 想回200多年以前 没有电视 没有照相机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还有什么 无线电影了 没有 也可能没有 回到那个年代 有一天呢 Jefferson带着他的内阁的部长 阁员一起骑马 说好好出去休假 玩一趟 到了乡下 然后上一个桥 过一个河 一到桥上以后发现桥断了 他们就拿到回到岸边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回去 正在讨论 有一个部长就讲 他说出来玩一次 好不容易 游泳过河 这个 不会游泳的人 各位 抱着你的马 原来马会游泳 然后就在讨论 要不要这样 有的人赞成 有的人反对 这时候有个农夫过来了 就直接走到 杰弗逊总统面前 说我也要过河 我不会游泳 我可不可以抱你的马 杰弗逊说可以啊 好 就开始游泳过河了 人啊 马上 到了河那边 你起来了以后 好开心啊 把衣服脱下来拧干 你拍我 我拍你笑 那个马也是很 在身上甩那些嘴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部长发现不对了 他就看了那个农夫 他就跑过去跟农夫讲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我们的总统 杰弗逊 这个农夫一看 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就是总统 他说 那个部长说 那为什么我们这十几个 二十个人 你都不找 你第一个就找他呢 然后农夫去看看 这几个部长的脸 然后再看这个杰弗逊总统 他说因为我只有在他的脸上看到了yes 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都是no 我们不知不觉间 有没有笑容代表了我够不够有热忱 有别人愿不愿意接近我 有多愿意接近我 那么这个我在桃园县演讲 那时候是朱立伦当县长 一讲完这个 不演讲结束一结束 县长就回过头 要问问题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各位 我们的县民走到县政府来 你们的脸上要有yes 不要露一个no 坦白讲我们多半露的还是no 公务员多半还是no 好 好 这个什么意思 D&D Do not disturb 比这个没有热忱的反面 就是他挂一个牌子 请勿打扰 他自己不知道 Do not disturb 好像还没有please 没有请字 误打扰 应该是这样 好 哎呀 关键在于这个人不知道 就像我们不知道 热忱 笑容 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多么的重要一样 这个 因为热忱是沟通的动力 如果知道的话 早就把这个牌子摔了 或者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上面写什么 请打扫房间 不是 应该是说 哎呀 如果我们常常是 请勿打扰的话 别人 我就以家里来讲 真的 你没有赢 没有办法赢得小孩的信任 今天的青少年 我们从小学大概五六年级开始 有多少苦闷 受到霸凌欺负不敢讲 校园里面的毒品泛滥 或者毒 还有好多别的事 什么性关系的 都不敢 其实爸爸妈妈 是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如果他们信任你的话 他们怎么样信任你 你刚才那个环路 当他们跟你说一样事情的时候 你有在专注看了他吗 还是一面炒菜 一面看报 一面听他讲话 还有就是 你的脸常常露得是 请勿打扰吗 哦 你有没有挂一个牌子 请勿打扰 他真的不来打扰你了 他感觉继续玩他的线上游戏了 我女儿最怕我讲这个故事 这一段 她后来有她的解释 不过我还是讲出来 今天这现在有直播 我女儿不会再看吧 有一天她在新加坡住 她的邻居跑过来 就问你儿子有没有掉钱 我女儿说没有啊 没有跟我说过 原来邻居检查她儿子抽屉 发现里面好多一块一块一块 好多同伴 她问你从哪来的 这个儿子被吓到就说了 我是从Toby那边A来的 这叫什么 强迫 Tang Tang 好 这个我女儿就觉得奇怪 她每天给他两块三块中饭钱 原来每天被这个凶的小孩要去那一块 你不是不跟我说呢 我这个外孙叫Toby 那是不跟我说的 我就跟女儿讲 我说你是不是挂得起 我会打扰 你的表情怎么样 她说没有 她平常亲和力很好 她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她还是不承认的原因是说 Toby她的儿子跟她说 她够了 好比说给她三块 她两块够了 中饭她吃不完那么多 就给她一块也没关系 她说所以她没有跟我讲 我就跟我女儿说 她这样她更爱跟你讲 回来甚至于跟你拥抱 我帮助了一个穷同学 多给了她一块钱吃饭 表示我自己多么慷慨 关心我的同学 她为什么不跟你讲呢 你们觉得为什么 就是因为别人不理 你没有那个亲和力 别人要对你开放 不够信任 那么就跟你的沟通 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眼神 用表情 用反 用动作 用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 让对方相信 你对她很关心 你对她很尊重 你对她很想要了解 这都在不要说出来的状况下 就单单一个沟通 就表达出来 而且不是一次 一年了 是长时间的下来 我不知道我下面也没讲 我现在想到这个故事 我先讲 待会儿可能是会重复 也不一定 在苏州 因为妈妈上我的课 总经理班了 第一天上了 有沟通的练习 怎么样 听别人讲话 要有反应 专注 不要同时做别的事 就第二天 大家要来报告 昨天回去下课以后 你要运用白天学到的东西 不像有的卡内基训练 要九个礼拜 我们这只有两整天 因为他们太忙 没有时间 结果这位妈妈 是金融界的一个高阶主管 她说那天晚上 那天回家了以后 儿子跟他讲话 他就专注去听 这样 以前的话 当然是继续炒菜 继续洗碗 还可以加酱油 加煎 爸爸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妈妈一定是看电视 小孩讲话我都听到了 然后我还会回答呢 眼睛看了电视 你去找你妈妈拿钱我可以 想不到我的肢体语言 是告诉她 我对你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对你不关心 我不想了解你 我对你也 你讲的话都很无聊 或者就是没有尊重的态度 都在肢体语言传达 那天都妈妈没有 妈妈就一直注意听 七岁 儿子七岁 到了晚上 上床睡觉了 睡觉的时候 跟儿子讲了 说妈妈 谢谢你今天这么爱我 妈妈开头 无所谓 妈妈一向都很爱你 小孩说 妈妈 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妈妈说 你怎么可以再讲话 妈妈怎么会不爱你 再问 再问 原来就是这个 就是 七岁的小孩 就已经这么敏感 他在讲话的时候 你没有专注 没有表达你的热忱 没有那个亲和力 你继续做事 其实你都听到了 耳朵里没有一个开关可以关起来 你一直在听 可是你的身体告诉他 他发了负面的那些讯号 反应都是负面的 她最后掉泪了 这位太太 她说 幸亏她七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要是以后再过多少年以后 可能真的才晚 各位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就发现 从现在开始 我们跟我们的同学 跟我们的同事 特别是担任主管的人 你要主持会议的时候 或者你参加会议 别人发言的时候 你都是眼睛开了 发言的人 还是在打电脑 还是在看资料 这个时候你的自体员 都是告诉他 你讲你的 我已经牢灶有我自己的定义 我根本不会在意你的部门的需求 这个箭头就根本不可能 朝同样的方向 好 这里又打不进去 就是沟通 是一种skill 什么叫skill 就是一种技能 能力 技术 不好翻 好比说游泳 就是一种skill 你把游泳书看了三遍 五遍 八遍 还是不会 你一跳到水里面 它就往下沉 你照它的规定做完 做完 这样 还有图结 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练 你打电脑打得多快 是一个skill 不是knowledge 换句话说 在大学里交沟通 交了二十年的教授 可能天天回家跟太太吵架 因为不是knowledge knowledge太高深了 现在我们要谈沟通 刚才是说沟通的动力 dynamics是要有热忱的 好 现在 这个 希腊不是有很多神吗 多神嘛 各位 爱神叫什么 丘比特 对了 还有呢 太阳神呢 阿波罗 还有什么神 什么春之神 水 什么神 什么都有神 就是我到很后来才知道 也有一个沟通之神 叫做Cassandra Cassandra 这个Cassandra很漂亮 太阳神了 阿波罗就想追求他 他不喜欢阿波罗 他就逃避逃避 躲他躲他 最后阿波罗罚了 罚火 怎么样罚火呢 就是罚他当沟通之神 他怎么罚他 就是他赐给Cassandra 为普先知的能力 他知道下个月有地震 他知道明年谁当选总统 他知道是不是有台风 或者旱灾或者水灾 可是诅咒他说出来的话 别人都不相信 明明是对的 他有魏普先知的能力 明明是正确的 可是诅咒他说出来的话 别人都不相信 有多少专业人士 你有了很棒的意见 你有了很好的想法 可是如果你每次表达 别人都不支持 甚至于还捣蛋 得不到别人的部门的合作 你多痛苦啊 真的是最痛苦的人了 如果我在一个机构里面 我说出来的话 大家不听不赞成 另外一个人 说出来其实跟我是一样的 诶 他得到大家都说 那好那好 我们照他的话去做 我就很闷了 很气啊 这个医师 工程师 会计师 只要后面有个师字的 都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有一个门槛 要跨过去 这个门槛就是沟通 可是专业人士在学校里四年啊 他的专业培养得很好 比说会计师 医师 可是沟通方面有没有学 这个 我有一次在陈大 他们毕业典礼啊 我才知道说 每年台湾有一千个左右 医学院毕业的医师 你们想象一下这一千位医师啊 十五年 二十年以后 有的人喔 步步高升 住院医师 总医师 组织医师 主任 副院长 院长 所说 有的人就一直发展平平 还是医师 我不是说不好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有的人甚至很颓废 看起来他自己最不健康啊 这怪了 十五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的差别 多半是他们的沟通能力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是医生 他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在西雅图啊 他有一天打电话回来跟我讲 他说 董事会里面有一位董事 通知我说 董事会刚刚决定了 选你当副校 副院长 我听了就很高兴 我说恭喜 恭喜你啊 汤姆斯 他说我不是要你恭喜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有点不自在 他才三十几岁 又是一个东方人的面孔 虽然美国说什么平等啊 不要有种族歧视啊 不因为肤色什么黑白什么 心里面还是有大概 尤其是他从现在开始 以前他的主管要归他惯了 什么那颗主任 加一颗主任 要由他来督导 他很不自在怎么办 他问我怎么办 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我说你去问那个董事 Why me 为什么选了我啊 结果他真的去问了 那个董事跟他讲 完全是因为你的沟通能力 医生呢 不是看病看得好 不是病人多 不是问卷 他要反映 你这个医生开刀成功率 去世的人最少 都不是 结果是他的沟通能力 他就问那个董事 你什么意思沟通能力 他说我注意到有好多次 大家开会 在发言发言 到了后来会议的时候 都是你把大家的意见 整理出来 推出两个三个方案 大家投票 你赞成哪一个 他一讲我马上就知道 他注意听 就是刚才那个环路的下斑驳 如果我们坦白说 我们开会的时候 别人讲话我们没有太注意听 或者我们在想 等一下我要讲什么 或者我们在分心 想电影 想待会要干嘛 没有注意听 所以你如果没有注意听 你做不到这一点 最后整理大家的意见 成为两个方案 是做不到这一点了 那么其他像新竹 我恐怕是专业人士最多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要是 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很强 再加上沟通的话 那就更好 怪不得我们科技要学管理 沟通在管理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马克吐文 我相信这个故事是他编的 为什么 他说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 步道大会 这个要盖一个孤儿院 他准备捐20块美金 1900年代 那个20块现在应该得几 我不知道几百块几千块 很多啊 就啊 上台讲话的人啊 讲的都是在那边高声呐喊 都是讲一些大道理 他换一个人上来又再讲 第一个人上来讲完了以后 他就告诉自己 他说我不要捐20块 我只要捐10块 第二个人上来又是大道理 他说我不要捐10块 我只要捐5块了 后来这个意愿一直下降 到了开始募捐了 你带一根棍子前面黑波带 一排一排捐钱 大家都把钱丢到那个袋子里 马克吐文说这个袋子到了他的前面 他不但没有捐 他从里面偷了一块 把口袋过去 你看 如果沟通不良的话 或者不重视沟通的话 不但得不到合作 配合 反而倒蛋了 反而跟你对立 待会我要讲一个 我怕我忘记 激励方面也有这种对比 好 以后我只有15分钟 好 我讲一个 我们这本书 书名叫工作EQ 可是作者高曼博士写EQ这本书呢 其实英文的书名叫EQ2 他EQ出来以后好畅销 他就写了EQ2 一个中文 大家可以买这本书来看看 有一个故事 说他微软了 有一次比尔街大发雷霆 大发脾气 哇 开会的时候 结果呢 坐在这个会议桌的原装高阶主管 大家都不敢讲话 就看到老板抓狂了 结果坐在外围呢 一圈有一位华裔的女工程师 我一直很好奇 这位华裔女工程师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受过卡利基训练的 他再下讲话了 他第一句话就是 Bill 我非常能够了解你 为什么那么激动 Excited 第二句话就是 我以前跟你一样 有同样的想法 第三句话就是 后来我发现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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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一讲完以后 Bill Gates冷静下来了 冷静下来以后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既然某某某这样讲 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好了 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眼睛 都落在这位华裔的女工程师身上 第一你看 我们总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很难表达 特别是跟老板的意见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学过 他刚才进行了三部曲 英文就叫做三个F 第一个F是feel 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那么激动 feeling 第二个是过去是feelt 我以前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Found 我后来发现事情经过是这样 Bill Gates没有觉得没有面子 没有觉得下不了台 而且你举的是事实 他就承认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来谈沟通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沟通原来是可以学的 特别是专业人事 特别是主管 还有呢 特别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好 我给各位看一段影片 好 那个如果 他是想办法要播出 播不出来 啥子的影片 可以播吗 这是我简介出来的两句 好 就是专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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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只你会有关系的朋友,你会有关系啊,你会有关系。 如果是你关系的关系,你会不会关系。 关系的关系是关系。 关系的关系的关系不只是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 它就这样,能够是关系的关系。 但是,你会在一位关系的关系的人是随时的关系。 这是一个大概十八分钟 二十分钟的演讲 我从里面抓了两分钟出来 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很吓人 他说Period 句号 没有话讲 好的人际关系 让你更健康 更成功 更快乐 Period 就到此为止 绝对是这样 第二个关键词是孤独 会杀人 那可见好的朋友 他说不在于多少交心的朋友 然后跟他们能够倾诉 能够谈心里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成功 这是一个75年的调查研究 号称历史上最久的一次调查研究 而且是从两个极端的人 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精英分子学生招人 一个是从贫民库里面 没有受教育找人 就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很好的朋友 不孤单 而且能够好的人际关系呢 要会沟通 要有热忱 还要会激励 你看刚才我说 我们人的需求 我快一点讲好 各位想象一下 我们坐一个船到海上 这个船成了 这个时候我要抱着去 最大的需要就是抱着一个救生圈 把头扶在水边上 因为我要生存了 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沟通激励 什么 还有什么 大家有同样的方向都不要讲了 我今天的演讲要到什么非洲的卢安达 或者什么 巴格拉大学 叫什么 巴格拉大学 好 他们也不要听啊 他们也不会请我去了 因为他们还要生存啊 可是我在水边上漂了两三天以后 照马斯洛的讲法 人的需求会提高到要安全感 我就天天看 哪里有一点影子 那边好像有一点点影子 小岛 我就拼拼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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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了岛上 哇 天堂啊 沙滩啊 太棒了 不到两三个礼拜 或者更短一点 我天天看有没有船经过 要经过我就摇旗呐喊点烟火 因为我要回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的家 社会 回到家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我们现在都有家 还要有重要感 重要感跟归属感有一些重叠了 可是有不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到慈激 到好多公益团体 没有钱的奉献时间 奉献金钱 这段努力 开心不得了 就在这边付给我薪水的人 我还得过且过对工作的投入度远远不如那些 因为在那边我有一种重要感 以前我一直不太了解 自我实现的是什么 实现什么 才华吗 或者艺术家 音乐家 最后终于成为一个音乐家 音乐家 后来慢慢慢慢 我听演讲听多了 我知道自我实现就是学习跟成长 你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位会沟通 会感恩的人 有一次我跟严长寿先生寻回演讲 严长寿讲说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我们社会上最需要的能力都是考试 考不出来的 各位 沟通怎么考 热忱怎么考 人际关系怎么考 考试 跟他讲完了 我上台了 我说我要补充一下 今天我们社会上最需要的能力都是学校没有教的 都是家里没有教的 因为什么 你们看过哪一个公司要罢工 说我归宿感不够 我要罢工 重要感不够 我要离职 都不会 大家都认为是 待遇不够啊 外面有更好的工作 外面的钱更高 那也有可能 可是归宿感 重要感 谁老板注意到了吗 我们华航才罢工程 长荣危险了 华航罢两次工程 好 各位 华航的飞行员 工中小姐 平常的时间在飞机上 到了美国 欧洲过夜 完了又飞回来 有巴士等他们 完了就回家了 回家再又通知他们又来 他们公司怎么能够提供他归属感 有没有 公司有没有让他们觉得他很重要 他们都是最高待遇的人 可是会比我们罢工罢得多 我还没有罢过一次工呢 好 再 现在讲到激励 激励会带来归属感 这个上面两个字是激励 motivation 激励 激励会带来重要感 这些箭头彼此之间呢 如果会激励的话 会有重要感 会有我在公司里 我愿意配合你 朝同样方向 那如果总经理呢 董事长会激励呢 那就更容易促成 彼此同样的方向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 有没有副相的互动关系 在公司里 在家里 在社团 也有是negative relationship 这是positive 我也来讲一个故事 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看过一个电影 叫做《窈窕淑女》 有人看过《My Fair Lady》 应该很少人看过 一个电影是五十多年以前 你怎么看过 没有 看电视吧 因为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所以你们也知道我多少岁 这个简单地说了 就是两个教语言的老教授 教linguistic 他们都很讨厌英国人的谈吐 越来越不高雅 发音不标准 太俗气了 带着方言的口音 结果这两个老教授都退休了 都是单身 他们都是老顽童一样 他们就跑到菜场 找到了一个肮脏粗俗的卖花女 就是奥德利·赫本演的 就把她带到家里来住 天天叫她发音 举止端庄 怎么穿着 天天叫她 这个字还是叫叫叫 最后突破了 她会谈吐高雅 她讲的是牛津标准的英文 这两个老教授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她带到皇宫 参加年轻人的出道的舞会 男的都穿着礼服 女生都是长袍 跳华尔滋啊 你们想象 结果呢 连皇太后都被骗 皇太后看了这个奥德利·赫本 她这是哪一家的闺秀啊 什么形象那么高雅 这两个老教授好得意啊 皇太后都被骗了 这个电影呢 没有看过的 回家一下就给教授看 是喜剧结束 见大欢喜结束 肖伯纳的这本书啊 是悲剧结束 怎么样悲剧 这个女孩子快来跑了 她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她临走以前跟其中的一个老教授 叫做Pickering 退休的上校 Pickering讲 她说我在Higgins教授面前 很想讲脏话 很想动作出炉 我这个还是原来的发音 因为她心目中的我还是菜场的 肮脏的 卖话女 你不一样 我在你面前很想当一个俗女 Lady 谈吐高雅的 发音标准 因为你心目中的我 已经是一个Lady了 说完就做掉了 书的结局很凄凉 用在我们现在谈激励啊 正向的关系跟负面的关系 这个女孩子跟Higgins教授之间是负面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Higgins教授一天嘲笑她 批评她 责备她 你怎么那么笨 我教狗都会了 连你讲这个名字 还都学不会 这个发音啊 一直在那里讲批评她 结果她已经会了 已经得到了突破了 会了 她在她面前还是讲这种方言 可是这个教授 Pickery教授 在她面前常常奖励她 常常肯定她 常常哎呀 你这句话怎么讲得那么好 再讲一遍 要鼻音了 Pling 再来鼻音 Pling 哎呀 跟她拥抱啊 下雨 Rang 太多 Rang 哎呀 两个就跳舞 哎呀 你太棒了 就她在她面前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我这个故事啊 只讲到这里 大家想想看 有一些人 太写实了 多少家庭 父母跟小孩的关系 有的是属于负面了 她已经会了 已经有责任感了 已经知道 不能一天都玩电动玩具 游戏要做功课了 要读书了 她就是不要啊 有些父母跟小孩是正向的 因为你常常给她肯定 她有归属感 有重要感 上班的地方更明显 我们跟有些老板下面工作 是正向的关系 她常常批评责备我 我只要把工作做完 做到六十分就够了 这种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哦 好严重 全新投入工作 美国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九 台湾只有百分之八 我爱上我的工作 我告诉我自己 我怎么那么幸运 能够在这样的公司工作 这是正面的 好 这就是电影的画面 去赞美肯定 感谢 佩服 这些是激励的来源 会带来归属感 重要感 那有的人说 我就是不做的 我工作已经够忙了 压力已经够大了 我没有时间 没有心情赞美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或者父母 你没有那个兴趣 赞美你的小孩 或者看到了 有时间也故意不赞美 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什么不同呢 我又要讲一个 这个大概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位老兵作家叫张拓吴 他写的《代码书竹首记》 1987年开放探亲 他是老兵 他就经过香港回安徽 到了老家探亲 好穷啊 还是不可思议 四十年 分开了四十年 看到当年分开的时候 小妹妹 现在都已经是一个 中老年的妇女了 真是不堪回首 好兴奋 从包包里 拿着两个手表 一个给她妹妹 一个给她妹妹的女儿 外甥女吧 她妹妹一脸不屑的样子 意思 这个表情呢 就这么一点小东西啊 回来 开头张拓吴说 他还不知道呢 她这样问的 你买这个表干什么 她妹妹问 她送给你啊 她我已经有表了 你还送表干嘛 张拓吴就有一点不高兴了 人家送你礼物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妹妹问这个表 多少钱买的 她好比说一百块 你看把这一百块给我多好 何必要买表 张拓吴说她实在受不了 她就说你不要就算了 就拿那个表 刚刚快拿到没有拿到 妹妹你把表表抢去了 要还是要 就是不要感谢 好吧 这个张拓吴就告诉自己 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 各位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在社团 如果跟大家一起配合 我们把别人的配合合 当作理所当然 像这个张拓吴的妹妹这样 别人以后不想跟我们一起 共事合作 虽然非做不可怎么办 常常做到六十分 及格为止 而且不是一次一年 多半是一种习惯 习惯 那几十年下来 怪不得有些人 也不见得比别人努力 专业知识 也不见得比别人丰富 上班时间也一样 为什么她一直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百六十度的帮助 老板欣赏她 别人帮助她 同事更卖力 因为她会激励 Motivate别人 真诚的赞美 真诚的感谢 因为会带来人需求的满足 什么需求 规属感 重要感满足了 结果张拓吴说她晚上睡觉 半夜上厕所 厕所是毛丝坑 房间外面 她走出来 经过到了客厅 一看 她的外甥女儿 妹妹的女儿 床就靠在墙边上 床头有一盏灯 在那边 一直在玩她的手表 两个眼睛瞪得好大 带点一点笑容 好喜欢她的表 张拓吴说 我看了她的表情 我真想回台湾以后 把我在永和 唯一的一栋房子都卖了 所有的钱都给我这个外甥女儿 如果我们跟别人一起共事 常常能表达赞美感谢肯定 别人这么想跟我们在一起 怪不得有人真的成功啊 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附带的 不重要的 有兴趣就做一做 没兴趣就算了 不是很可能比你 天天的生产线上 或者办公桌上的工作还要重要 有人就这样讲 会赞美别人 真诚的哦 不是虚伪的客套化 这是人最有价值的能力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讲 他说如果用钱买得到这种能力 我愿意付最高的代价 去买这种能力 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第一位年薪一百万 那个时候别人的薪水还是一万到两万美金 他已经一百万 访问他的人就问他说 为什么董卡内基啊 董事长要花一百万 请你来当总经理 他的回答好有意思 他说他只要花一二十万 他就比别人多十倍 二十倍了 就可以请一位学有专精的人来当总经理 他不要 好比说在大学学材料 金属什么野精 他不要 他说董事长只要花五六十万美金一年 那就是天文数字 就可以请一位有多年工厂管理经验的人来当总经理 他不要 当过大量钢厂的厂长 他不要 他愿意花一百万 请我来当总经理 是因为他知道 我有一个最值钱的本事 访问他那个最值钱本事是什么呢 他说我就是在别人做好 做成功了 做对了 完成了一样事情 我立刻就激励他 你做得真好 你怎么做到 你做得超过我的预期了 你真棒 这个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我在帮一个团体代 YPO 都是企业家的第二代 第三代的一个团体 我说 你们平常有没有赞典你们的同事 大家都面有菜色 都没有 有一个人讲 我不骂他就是赞美他了 还有一个人说 我顶多跟他说Good job 还可以 还可以 可是照马斯洛的定律 人的需求归属感 主要感觉 当我这个产品做完了 这个proposal 案子写好了 我就在看我的经理 我的总经理 你怎么样 你给我很开心吗 我做得很好吗 谢谢我 这个拼了老命 写好 如果都没有 我在你下面工作 我的这个高等的需求 都得不到满足 好 赞美已经这么好了 激励的力量那么大 带来那么多归属感 可是来自于尊敬者的 赞美和肯定的影响更深远 谁是我们尊敬的人 各位 担任领导工作的人 就是同事尊敬的人 担任老师 就是同学 学生尊敬的人 父母 就是小孩尊敬的人 你的一个赞美感 更影响力更深远 我因为教这个卡内基 教了很多年 很多人分享这一类的故事 IBM电脑公司的创办人的儿子 叫做Thomas Watson 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乐 喝酒跳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就当了红军了 当什么 当飞行员 什么飞行员 专机驾驶 替大官啊 开飞机啊 将军啊 结果 他说有一天 他坐在飞机里面 低着头 闷闷的 老板 他们都经过旁边 拍他的肩膀 Tomas 你怎么闷闷不乐 他赶快站起来 说事没有 没事 但你怎么看起来闷闷的 Tomas就说 因为我接到一封我爸爸的信 爸爸在信里面说 战争结束以后 回国接IBM董事长的位置 这个将军就笑了 哎呀 他们是这么好的机会 恭喜你呀 恭喜你 可是你不要忘掉 这个 Tomas在自己心目中 认为自己未来一辈子 大概就混混 没出息 因为既不读书 又喝酒 花花公子啊 跳舞 我根本就不做正经事儿了 所以他就问这个将军了 Sir 你觉得我可以接IBM吗 将军就凶他一顿 你怎么可以讲错话 你说我看错人了吗 我不要跟你讲话了 我只要跟你讲最后一句话 那就是 我很佩服你爸爸的眼光 就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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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as讲 就在这一刹那 他说 好 我回去试试看 结果不但成功了 把IBM从一个什么打孔机 打字机 变成全球最大的电脑公司 你们现在都没有用过IBM 我们六零年代 都是用IBM的电脑 中央系统 没有个人的 都是由一个不学无数 花花公子做到的 他怎么做到的 都是一个尊敬者的肯定 但我们手上没有这种能力 你对你的家人 你对你的同事 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 一定要真诚的赞美 这个将军虽然是把他骂一顿 是真诚的赞美 好 如果我的领导工作做得很累的话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讲 他说 当一切都很平静 怎么讲 平安 稳定 进行中 只要管理就够了 可是当外界变化万千 竞争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管理不够了 还要领导 管理是制度 规章办法 领导就是人 Leader 规章办法为什么不够 外面变化很快很乱的时候 因为跟不上了 局势变了 可是领导就是 我大概下面有写吧 对 这个 也是第一个人认为 Peter Drucker 在2000年的时候 还不到的时候 别人问他 你觉得下一个世纪 跟上二十世纪有什么不同 所以Peter Drucker就讲了 对不起 别人问他说 请问你给领导人下一个定义 什么叫Leaders 结果他的回答就是 Leaders have followers 领导人是有追随者的人 我跟这个人跟对了 就跟对了 他会把我带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信任他 我很幸运能够在这家公司里工作 这样的领导人 是用什么表现出来的 沟通 激励 让我们讲的经历 好 现在我放一段电影 又要请你们帮忙 你们一定知道我不是做广告 可是这个是NBC的节目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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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这些人在公司里面 都是区别的 这些人 是这些人 这些人 什么 的 有牙套 这些人 都不符 没用 这个人 我认为 这个人 我认为 我认为 我沒有人在外面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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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花了100元 我用了這個課程 我只能夠說話在前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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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在那一課程中 我應該說過我前面的課程 我當時在那一課程中 我沒有拿到100元的課程中 我想你們都會相信 沒有一個產品 沒有一家公司請得起巴菲特 來做廣告 代言人什麼 像這樣的影片我大概看過了五六個 他見了人就會這樣講 他說在他辦公室前面 畫的畢業證書 不是大學畢業證書 不是研究所畢業證書 是卡尼基因為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這裡只講說上台溝通 現在這個演講 其實 好比說他說他上得獎的那一天 就在卡尼基去 他向太太求婚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有自信了 那麼我的演講到這裡 我趕快要做一個結束 現在有一個QR Code 這個Code是我們的公公 直接到問題 我們每次演講過了以後 有一個要求 就要請你們幫忙 照一下這個 然後呢 裡面有一些問題 你們大概一分鐘都不要 就Go啊Go啊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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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以後就可以上傳 這樣我們以後可以更進步 做得更好 大概一分鐘以後 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最後的階段 Q&A討論的階段 這個下面的階段 那麽也沒有了 好 OK 那麽有的人還在繼續click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討論了 有的人常常說各位你們有沒有什麽問題 卡內基說千萬不要講這句話 你們有沒有什麽問題 又表示可以沒有 應該要怎麽問呢 應該要問誰要問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手就舉起來 沒有人問我手就不放下 誰要問第一個 不見的是問題 分享也可以 你對剛才哪一點 你看馬上有人帶頭了 請講 麥克風來 您好 我有多一個細節 波動物格的一個類型 就是有一個學者 讓它波動物格的工程度是種 一種波動物格是想要快速達成的 第二個是想要它的方式去完成 第三個是想要去有一種對方的結果 第三個是想要去有一種對方的結果 第四個是想要追蹤它的人 追蹤它的人 追蹤它的人 如果說每個人本身 但是它的標準的風格都是不一樣的 跟它可能 又屬於一個作品 像譬如說那樣的 它還會成為民眾 就是說只有合制人 在合制的位置才能 對方的 對 對 所以你覺得該怎麽辦是嗎 它不屬於這種風格的話 怎麽辦 對 好 這個問題很好 我們現在談的是一般的溝通 不是分得那麽細的 好比說有的人天生就是執行者 有的人天生是創意的 很有點子 不太會執行的 有的人是屬於那種領導人 有的人是剛好不喜歡領導的 這些我們都沒有分 我們大概現在談的一般性的溝通 包括家人 你剛才講的多半是跟工作有關 還有在社團朋友 這之間彼此的溝通這樣 應該至少是其中的兩種 一個是最好的結果 一個是共同的結果 而不是為了個人 只為了個人 好像是自私了一點 或者只求快 不顧到別人的 對別人有一些影響 是會這樣 有兩句話 第一句就是 if you want to go fast 快 go alone 你一個人可以走就好了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還是要靠溝通 激勵團隊 才能夠走得遠 各位 我們卡內基在2012年 七年以前 慶祝一百週年 有人到窮指數上去看 1912年上市的公司 現在還有幾家 就會發現只有一家了 要走得去長遠了 那麼 那個離我們太遠了 我們想現實一點 有好多要快的公司 好像只求目的 不遲手段的 好像到了後來 不見得能夠長遠 各位 我們在座有多少人 現在還在用 諾基亞的手機 諾基亞 好像一個都沒有 可是諾基亞當年 也不過不到十年以前 市場佔有率百分之四十 比現在那個什麼Samsung 蘋果都要高 這麼好的一家公司 怎麼一下子沒落了 它後來還幾次要起來 所以看人怎麼接斷 怎麼講 對這個成功的定義 怎麼樣講 謝謝你帶頭問問題 下一位 哪一位 哪一位 這邊 好 年輕人 你好 你好 剛剛 您提到說 做也不做的差點 就是說 體力不做也不做也不做很累 就不想去讚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已經沒有 我心理在怎麼做 然後 我心理在怎麼做 可能遇到我有身邊的人 就是要去 例如說 我可能很不曉得 對 那裡面是說 其實我 我了解你的意思 所以你的問題怎麼樣 是說 就跟你體健力本身 你心情很不好 再跟你的兒子 又過來跟你 祝福的時候 你還會用很正面的意思 試著提醒 這分別心理平安的溝通 會不會有時候你自己認識 這分不起來還在幹嘛 好 好 謝謝你的問題 一定有 一定要正分不起來 而且很多人都有 可是我們應該真的 真的要盡量的調適自己 尤其是先低潮 尤其是有挫折感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提起你自己的情緒 還是一樣 特別是跟 像小孩 卡尼基的書裡面就有一個叫做 father forget 他翻譯成 爸爸被忘錄 其實不是 以Levenstone寫給自己兒子的信 他說多少次 你怎麼樣來 你跟我親近 我都因為太累太忙 我不想理你 把你推開 現在你睡著了 我看了眼睛 完全講的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提升自己 要求自己 還是跟別人一起 有說有笑 給別人肯定 是你從低潮 或者從挫折感 恢復的最好的方法 把自己也提升起來 謝謝 好 請 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通常 假如說 就現在的個人之間過通 至少就可以像是說 按照剛才的步驟 就是可以看著人家的眼睛 或是向著人家的反應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其實大家都變成 是一個低潮度的生活之間 很多的交流都變成說 經濟是文字上面的 不會有辦法就是說 勾起任何的溫度這樣 OK 那關於未來這樣子的 世代持續在入境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繼續 就是在溝通之間 可以繼續搭進彼此的距離 讓這件事情更多 好 謝謝 這個很實在 大家都頗有同感感同身受 我大概在前年底 一人多以前 到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化妝品公司 講名字也沒有關係 L'Oreal 藍雅去演講 他們每一位都飄飄來來 是我跟他們講 是我演講 顏值最高的一場 哎呀 這個 結果我也談到這件事情 然後演講結束了 問問題了 他就總裁提問題了 也是一位女士 他說我們公司開會的時候 大家也都在這裡 都在看手機這些 他說我一直覺得 是不是我不夠潮 是不是叫潮的Fashion 年輕人本來就該這樣 他說我到底要不要改變 我一聽了以後 我當時給他的回答 就是他的名字叫Amy 如果我今天的演講 你全部都忘光了 就丟到一邊 你回去以後 你們開會的時候 大家專心注意聽別人講 不要text 不要低頭的話 比我所有的 就值回票價了 比我聽到我所有的講話 都要寶貴 你絕對值回票價 他說好 可是我不知道他回去有沒有推動 可是 這是最大的問題 在這個TED 剛剛我放的另外一個影片 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 要幫Uber去重振他們的士氣 他們也陷入了低潮 他說彼此要有信任 他就參加他們開會 他們不但是在玩手機 彼此的發言在傳text 我要跟你講話我也不講 我就誒 張三你覺得這個問題 李氏他也給我 大家低著頭在那裡 他說這樣怎麼可以建立 其實就是你講 信任的態度 信任的關係 信任的感覺 我覺得沒有信任什麼都沒有 我如果是Nokia的工程師 我看到未來是數位時代 而且smart 智慧型的手機 我才懶得跟老闆講 我也沒有得到別人的注意力 我也可能我不敢講 我可能我不想講 也可能我不會講 我也不要講 那這樣大事 中等事 小事做這樣的話 這家公司真的滿危險 各位 以前我們開會 早三分鐘 早五分鐘到 坐在會議桌上 我們會怎麼樣 會聊天啊 你家裡怎麼樣 你搬了個新家 你小孩今天考什麼需要 你媽媽時候報 現在不是了 我如果早一分鐘到 我也趕快還是滑手機 大家好像關係疏遠了好多 關係疏遠沒有溝通 就是剛才那個taptop 不只是影響到成功 還有健康啊 還有快樂 後來的失智症 通通來了 希望我們還繼續回去 每個人都把這一篇演講 你只要打進去什麼 哈佛最慘的調理 調查研究 這篇演講就會出來了 TAG TED 謝謝你的問題 好 我們可能要再問一兩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好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請把握機會 這邊 好 對了 我們中學女同學問問題 楊貴先生 楊貴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今天很放心給我一次 然後再講說 我這姐也在講說 我爸媽病留在我七歲的時候 發現他們應該都跟我說話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家庭裡面 應該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覺得 爸媽其實一定有年紀的 所以他們保護這件事情 就是很難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發明的問題 你要希望你們能保護這件事情 好 很好 第一啊 永遠不嫌晚 爸爸媽媽可以來上卡內基訓練 因為我真的帶了一種感恩的心情 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創辦第二年的時候 不知道哪裡來的想法 我向總部推薦創辦青少年班 我說青少年是性格塑造的關鍵年代 最有可塑性 好 總部不贊成 我們是為企業界做的 跟這個青少年有什麼關係 最後讓我試試看 結果一次現在 哇 每年新租也辦得很好啊 有大概有三四千人 上卡內基 暑假 寒假 好了 到了我現在八十歲要退休了 就在去年了 怎麼會想到這個我不知道 就是辦了父母班 爸爸媽媽怎麼樣來學習溝通 學習熱誠 不要請勿打擾 怎麼樣讚美你的小孩 不是讚美功課喔 各位 九十分考取清華大學 當然很好 可是讚美這個又太可惜了 他幫助了一位同學 你有沒有讚美他 他失戀了 你有沒有讚美他 你怎麼那麼有自信 一點都不難過 這些對他後來影響好大 可是爸爸媽媽比我們還要難學會 因為當年他們的爸爸媽媽 是在更困難更窮苦的環境下長大 逃難 像我爸爸媽媽 他會讚美我嗎 他們這種未生存都來不及了 那我現在至少可以做得比他們要好 我相信我的小孩 讚美我的孫子孫女應該比我要更好 所以回答就是父母一樣可以來上課 一樣可以改進 不見得都要來上課那一局 一樣改進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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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戴了手套 我沒戴手套啊 謝謝 謝謝 他還在這裏 我們今天也要注意到這裡的結束 我們下禮拜還有五月二號 下一場的結束 歡迎在這裡 謝謝